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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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不是工作挺多的吗 是不是看你人好 把脏活累活都塞给你了呀 没有没有 是我自己主动要求的 毕竟我还挺擅长这些的呢 这样啊 不过你别担心 月圆之时的愿望可是很灵验的 苏珊娜一定能如愿以偿 谢谢你 苏珊大人 苏珊大人果然是个善良的人 听我说了这么多丧气话 还愿意鼓励我 不是我的事了 苏珊大人的愿望是什么 啊 愿望 啊 这个吗 我不知道 啊 说起来 这么多年 我好像一直都活在别人的愿望里呢 五岁时 爹娘送我去墨北拜师 学习最好的剑法 嗯 是他们的愿望 十五岁的时候 我在大漠中事件遇见了罗珊仁 他出手救了我两次 哦不 三次 我知道他出手相救 不过为了实现他自己的愿望 可我也知道 他明知我帮不了他 他依然救了我 我搞不懂有什么差别 即使他的愿望让我觉得莫名难过 可我还是跟他说 我想要见证他实现愿望的那一天 哦 虽然我爹娘还有罗珊人都不在了 但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总归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嘛 所以 我的愿望就是没有愿望了 诶 怎么了 你好像很惊讶 没有没有 我以为S级女武神会是拯救世界什么的 拯救世界这种词 对我来说还是太夸张了 遇到不光出手相助 遇到不亦承恶扬善 这些都是举手之劳 谈不上什么愿望 随心所向 走一步算一步嘛 嗨 我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没有去做呢 素商大人这么厉害 一定会完成许多有趣的事情 我们先放橘子灯吧 希望你早日得偿所愿 啊 真漂亮呀 嗯 不错吧 虽然跟我师父做的比起来确实有些差距 但也还是能看的 苏商大人果然好厉害呀 不像我 一到紧要关头就掉链子 总要有人帮忙才行 也给 苏商大人添麻烦了 嗨 都是些小事 不要再提了 你呀 就是这点不好 明明做好了很多事 但是 却总是念叨自己没做好的那些 跟我真好相反呢 没做好的事想也没用 下次努力就是了 苏商大人 真的好强大 其实 刚进入天命的时候 我也是很积极的 什么事都想冲在前面 明明训练的时候 一切都很顺利 可一到实战操作 我就会很紧张 心里想着 千万不能搞砸 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长此以往 我就越来越紧张 一紧张 就更容易搞砸 不知道给大家添了多少麻烦 我都不好意思抬头对上他们的眼睛 我很怕 大家再也不需要我 所以我不能再搞砸事情了 也是因为这样 再遇到什么事 总想着拜托别人 再不记 就依赖天命规范手册 哎呀 你这算不算是 因噎废食 小挫折嘛 不打紧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放手去做便是 做错了便去改正 下次莫要再犯便是 若是下次又错了 那就下下次了 三行二后司嘛 不要老是瞻前顾后的 嗯 总觉得那句话跟我以前听到的说法 有哪里不太一样 小事小事 莫要在意了 唉 还是因为我太没用了 独向大家 大家都好厉害 什么事情都能做好 就像素商大人一样 嗯 我呀 当然不是 拿练剑来说吧 我也曾好久都无法突破剑翼的桎梏 连剑星也止步不前 苏商大人 也有过那样的时期吗 是啊 练剑嘛 失败的事总会有的 若是一味放任情绪 萎缩不前 不仅于事无补 也会令剑星有破损之余 比起害怕失败而放弃 倒不如痛痛快快放手去做来的潇洒嘛 苏商大人 莫然好强 好帅 好厉害 可是在我看来 苏莎娜也有自己的强带之处啊 前些日子 面对猴母玩玩偶那天 你不是就算自己受伤也毫不犹豫选择保护那个小孩子吗 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呀 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这不就是侠之大者吗 虽然这么说怪难为情的 但方才想家的时候 也是苏莎娜你的安慰让我心里好受多了 你看 这都是你才能做到的事 对不对 拿出点自信来嘛 你一定可以的 苏商大人 诶 我是不是又词不达意了 毕竟我看不进去字太多的书 也不懂什么大道理 但你可别因为过往的失败 畏手畏脚又看清了自己啊 毕竟嘛 强大还是忍弱 只在方寸之地 太师傅是这么说的 谢谢你 苏商大人 我会记住这些话的 对了 如果以后你感到紧张害怕的话 就摸摸这个玩偶吧 是虹母 这次可是我通过常规操作亲手抓的 抓了好久呢 给 我们一人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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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狐狸乱人垃圾 哎 说你们哪 你们两个 诶!是宝恩! 你!愣着干什么?跑啊! 好久了…没有这么长快了… 我主要好想想起来 好一点 好久很久 好久是小绝非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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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电子 春天 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